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 台湾各种重要的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un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然后无论你在哪一个平台收听 请大家先帮我们订阅 如果你是在Apple Podcast收听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评分哦 这个礼拜对台湾的外交来说 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个礼拜吧 哦 怎么说 因为星期天的时候啊 就是8月9号 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来到台湾 谁 第一位就是日本的首相 前首相 前首相 孙喜郎 然后他其实是来悼念那个 李登辉的过世这样子 然后他就带了一个 各个跨党派的一堆议员 就这样一团就是过来这样 嗯 调念那个李登辉 对 他当天来又当天走 所以算是有情有义 反正就很近啊 就很像 大家去日本不是也是吗 哦哦哦 就是当自己家后院 不像出国就去一去就 哎 周末去一下回来这样子 就是 好 反正他很快就走了啦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 比较着重要讨论的是说 美国的卫生部部长 阿扎尔 怎么念 怎么念 我们有研究了一下到底是 因为他的名字是 Alex A-Z-A-R A-Z-A-R 所以是 Az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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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 念错别的名字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我们其实有去听了一下 各种他在美国受访的 影片的声音 美 老美 那个美国的媒体的叫他的叫法是叫 Azar Azar 对 我们就把它念 后面你听到任何发言就在讲他 对 然后反正他算是跟那个 盛喜郎插身而过啦 然后就来台湾对 同时有到差不多时间来台湾 其实有个画面蛮经典的是 可能大家看一些媒体的报导有看到 就是 他们没 他们不想坐到台湾的飞机其实也是一个 就等于他们是公家的一个原料行政专辑 你可以想象他代表美国政府的一个飞机 和那个日本的特使的专机 就这样并排的停在那个松山机场 哇 对 那就觉得 哦哦哦哦哦哦不简单 好恐怖好奇妙好厉害的样子 而且其中有一张照片中央社有拍到是 那两张那两架飞机中间夹着一架 旺旺的飞机 旺旺 蔡旺旺的旺旺 对他的那个记忆的那个尾巴 那也写一个大大的旺 哦哦哦 这是什么意思 哦要美国和这个日本叫夹吉这个旺旺了吗 对这张照片可以去报名一下那个 对这种感觉其实某些程度就是一个这个 每日来访的浓缩的概念 夹吉这个旺旺 嗯好继续 我其实有看到那张照片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就是他的 就是普通人看可能觉得 啊只是飞机啊又怎样 可是你只要想到上面载的人 对还有代表意义 就蛮不一样 那我就是想说跟某某 来问问说 为什么这一次就是这位美国的卫生部部长 来到台湾大媒体啊 或是说讨论的声量这么大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吗 哎哎哎 我觉得他个人 Azar本人是谁 其实也许没那么重要 但是我觉得他代表的意涵 是蛮 就蛮有影响力的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 当然美国的部长等级 在这中美断交 你看我还讲中美断交 为什么 因为当时就叫中美断交 台湾 在台湾的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 从1979年就没有了正式的邦交关系嘛 所以之后他们的官员很少会来台湾 那其实在就这十几年来啦 算是有几个部长 像之前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是 呃那个运输部长 然后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是环保署长 就美国政府的官员 是有来台湾访问 对但是他的等级都没有像这次的那个 呃卫生部长Azar Azar高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范妮 你上次有提到说你有看过Netflix的部电影 有那个 糟糕我们这样有没有业配 应该 指定性存者 大家有兴趣看那部片的话 因为美国 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顺位啦 就是你如果总统在任内过世之后 或是不能逝世 不能执行他的职务之后 会有副总统嘛 然后会有这样一须 然后如果副总统发生什么事会有顺序嘛 那美国当然有一个很完整这样的顺序 但一样是美国总统 然后如果他挂了 然后是副总统接 然后再来第三轮是 他们有分上下医院 或是下医院也就是众议院的议长 接 然后还有就一个一个一个下来 比如说什么国务卿啊 财政部长啊 股房部长啊等等等 那这位这次来访的卫生部长 所以算是历次来访的部长中 这个顺位最前面的 我记得好像就是12吧 所以如果他前面11位都 就是整天挂了 以及被炸掉之类的话 那他就会是美国总统了 所以you never know 对不对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他有可能就是一个 相对关接 相当大的潜在的一个 比较高阶的一个官员 等于是说美国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的位置 对对或是相对之前重要的 那这个意义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代表他对台湾的 肯认的程度 就承认台湾的程度 当然啦就是之前很多次的来访 不管说他们是官方的性质高不高 但是这一次其实他来台湾 他的各种发言 还有各种就是做的事情 其实就很能够代表 因为他有不断的在发言中 强调他代表那个 美国总统川普嘛 而且他称呼蔡英文也是 称为就President Tsai 对President Tsai OK对 不是President Xi 也不是President Xi 对所以他其实是用官方 对官方的身份 在跟台湾的政府做互动 那某些程度就是他承认台湾政府的存在 因为这个其实 这样听起来好像 对啊 承认台湾政府存在有什么困难的吗 但是这样的行为 其实并不是那么常见 对 因为刚刚其实讲1979年 就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跟美国断交之后 官方的往来 其实是非常的不直接的 都是有时候会透过一些不同的台面下的关系 像 像美国住在台湾的那个外交的使馆嘛 他其实叫做美国在台协会 他不是正式的大使馆 不是什么什么大使馆 他只是象征性的说我们在这边 但他就是实质的外交使馆 就跟我们台湾不是前一阵子 那个肖美琴就之前立委 然后现在去当美国大使嘛 当然我们叫美国大使 但其实一样是 表面上他是一个 有点像民间单位 但他当然就是 他其实是在做的就是官方的 那个外交交流 所以其实都会透过一层包装 所以当正式的官员来台湾 跟台湾的官员做互动的时候 那个意义就是 我们有点官方对官方 不是民间对民间的 就打破那层包装了 所以真的还是 还是有差 那要不要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他决定 就是让美国要派这个 其实重要的人来 其实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之前通过台湾旅行法 但那个法律我必须也要说 他没有那么样强的强制力 他等于就很像是 我国会通过的法案 明文鼓励 美国政府派出官员跟台湾交流 只是鼓励啦 但他没有规定都说 你们每半年要天天吃面 因为就是 come on 就是这样也就是怎样 是恐怖情人 也没有那么严重 但他那个东西代表着国会的态度 国会立法通过了一个 要你们美国政府 你们要常常跟台湾交流 而且我打破一些限制 我还列举就是说 哪些层级的官员可以去 你们以前可能 因为有些他们之前跟中国 因为想要交流 所以自己 美国的行政部门 就国务院系统 他们会自己有点给自己一些 这个束缚 就是哎不要啦 这个东西我们派次长去 我们派一些比较低界的官员去就好 不要这个惹别人不开心 美国国会这个法律的通过 就有点像是打开这个束缚 我授权你做 我叫你做 我立法叫你做 你不要在那边就是 在那边害羞 在那边不干 爱做不做 对啊 而且 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嘛 2014年其实美国 也有部长级的 的那种成员来台湾 然后我就特别去找了 那个时候的 总统府的新闻稿 对那就回头来看 其实蛮有趣的 那个时候是2014嘛 马英九总统在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总统府的新闻稿 讲那个美国环保署署长麦卡锡 他们叫做访华团 所以这个华是中华民国的华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然后我看那个这次的 蔡英文的时候 究竟没有这种访华团 他就访问团 然后访问他 帅团访问台湾 所以不知不觉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的用语也是慢慢在改变 其实现在如果讲反华团 还是会觉得 大家听起来已经会有点 别扭 想说华什么华 你才华你全家都华 对不对 这中间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宪法的问题吗 对啦 就因为我们的包装 还是中华民国 或是如果你英文就变成是 中国 这个华的概念 其实还是有中国那种 概念在 所以现在其实慢慢潜移 默化改成 没有就是访问台湾 不是访华 就跟以前会讲中美断交 其实是台湾上的中华民国政府 你应该讲台美断交 你讲台美断交也不一定那么精准啦 对当时确实是中华民国政府 对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脉络 其实最回头来看 就从1979年断交40多年来 会有种感触 就是哇 没想到会有今天 没想到会有美国日本专机夹击中国飞机的一天这样 然后一个官方这么重要的等级的角色 就是来到台湾 用官方的立场 那他这次来到台湾 其实也是有跟台湾签署一个 虽然不是说法律上的一个 MOU 被忘录 医疗合作的被忘录 那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签这个东西 他也是也某种 代表某种意义吧 其实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二三月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那时候 大家好像很多人都会跟那个疫情的记者会嘛 其实有一次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印象 那时候就有说我们用口罩 去交换美国的那个什么防护医的一些关键原料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些什么联合声明 等于是合作的一个联合声明 那这次其实等于是 又再进一步了 就签订这个MOU 就是合作 我们彼此有要合作的意向 但我觉得真的实际上 这个签署会不会带来实际的合作 我觉得其实可以两件事情 因为某些程度确实台湾现在在国际医疗 尤其在这次那个COVID-19 无患肺炎的抗疫上面 我们本来就很有声量 本来就很有影响力了 不管我们有没有签这个编织 是要来寻求我们的协助嘛 但是签的这个东西 其实代表的是一种 一样就是刚刚讲那种政治性的宣誓 其实很重要 就代表我们有合作啊 代表我们是partner 而且是官方的合作 不是就是under table 台面下 是我们是官方对官方 我们部长对部长 我们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 所以就是 你也可以讲这东西 我们如果跟其他国家 中国以外其他国家 各种像类似的这种connection连接 越密切 那中国如果要对台湾做什么侵略啊 侵犯台湾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因为其他国家 会被影响到嘛 哎我现在正在跟台湾合作啊 你现在中国来这样子 不是害我很麻烦吗 所以这也会增加 其他国家愿意支援台湾 或是中国会对攻击台湾 这个绑手绑脚的可能性 就越多的对外合作 其实越可以让我们安全 这也是防卫的一部分 对 因为在那个昨天的时候 就是Azar他在台大的那个公卫所 那边反正他就是 对他有一个公开演讲 然后我们有很快的听了一下 其实那演讲不长 然后他里面的内容 他其实也没有实质承诺什么 对其实就MOU嘛 就是我们合作吧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他有不断的 我就可以帮大家很快的过 转一下他就是一直强调说 自己是代表川普总统来的 所以他就是有不断的强调说 哦我们这个是官方 官方的代表 川普亲自就是说 要我来跟大家有好 appreciate大家的表现啊 等等的这样子 然后当然他有跟就是 钱总统李同辉做一个质疑 然后反正就讲 我们台湾做得多好啊 不像北京 不是不像北京是 北京 干掉北京 北京 北京太后超逊这样 台湾超赞 对这样对啊 有那种态度 就是还特别去强调是 就是批评就是北京跟 WHO的表现 对啊 然后其实整个听完 我自己听就觉得 好像有点故意在讲给 某群人听的那种 然后讲给对岸的人听 对 这确实就是一个那个啦 就是外交赛局的博弈嘛 所以刚刚讲 其实我们要跟很多国外的 的不同的 这个我们的国际友人 签署各种协议啊 各种合作 其实也是防卫的一环 就是那种我们跟别人合作 所以中国不能来碰我们 所以美国某些程度 他也是站 他站在这种利益也是 就是他跟台湾合作 也是一个筹码 来证明就是说 跟中国化境界 就像美中现在在各种站啊 贸易站啊 科技站啊 外交站 这也等于是 他们外交站的一部分 结果中国 中国反应如何 我想说中国总不能看到 这些事情发生 他一定要表现啊 漠不作声嘛 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讲啊 就是中国他的 这种外宣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安抚国内的 维持稳定 如果他被这样洗脸 然后没有作声的话 他会被他们国内那种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的小粉红给 赶爆 对啊 所以他们其实 那个Azar 他来台的时候 跟蔡英文见面啊 应该是礼拜一吧 礼拜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 见面的同一个时间 然后中国就有派军机 就在我们台湾的海域 又来绕 绕来绕去 而且这次其实我们 那个国防部的声明 反应其实就很强烈 他就除了讲说 我们有 因为之前就是他们飞过来 我们会跟着飞 然后就像是半行 看一下 你被冲小 你被冲小 来啊 我跟你走啊 看你要干嘛 这样对 然后而且这次的新闻稿 还有特别强调说 我们的飞弹 持续的锁定 就是意思就是说 就是 我只要按一下你 我可以是可以把你 就是就是摧毁你 对 其实也就是在 强调说 我们不只看到你 而且我们有 摧毁你的能力 其实我们现在 没有这样做而已 所以我们也是在拉高 我们对他的这个反应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这次他这次的 绕台 其实大家大概也知道 他想要 他想要抗议什么事情 所以国家相对来讲 他的那个戒备的那个程度 要再拉高一点 而且而且那个 呃 因为其实刚前面 开始讲日本嘛 其实我们这一阵子 大家这个新闻 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 就是 呃 应该是在前两个礼拜 CNN其实有做一个整理 他们去整理的是 日本的自卫队 就日本的军队啦 这样讲 他们的空军 其实长久以来 也被中国的解放军 整得很惨 为什么 他有去绕日哦 你以为中国只 只绕台吗 没有 他日本也要去闹 就是在那个 冲绳啊 还有冲绳 到宜兰外海有个岛 这里其实也不是钓鱼台啊 但钓鱼台附近也有 就是像什么 石环岛 不知道大家 冲绳石环岛 真的是不知道 那个 那个很近 就是好像就讲冲绳的 那个群岛 反正就那一带 对 就大家可能有去过冲绳 那其实中间 有些很多地方 也算是 勉强算是公海 但是其实还是在 离他们日本领土 很近的地方 中国一样 照餐餐飞 他们去年就是 因为他们只要一起飞 去那边绕的话 一样日本的军队 他也不能就随便让他飞 他要起来 就跟他 你要干嘛 然后我要跟你飞 这样子嘛 这个根据 这个CNN的统计 中国让那个 让那个自卫队 一年 每天啊 每天一天紧急警报 至少两次 每天 对 就是他一年就飞 每天就是飞几百次的 那个起降 他说让那个 日本的那个 空军自卫队的那个 的那个飞行员 就是不堪其道 就是累爆 对 不过他说 他也因为这样说 他们好像已经可以 同步到一个程度 就是 而且他会接受 就是中国只要 在他们急急起飞 他们就跟着飞 来啊来啊 谁怕谁 一起飞 同时起飞 就是已经 同步训练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我觉得 这是要回头来讲 就是 真的没有 不是台湾在挑衅好吗 就是中国 是不只在闹台湾 还在闹日本 还在闹很多 之前有讲过东南亚 很多国家去什么南海的 很多领土 去欺负别人嘛 所以真的不是台湾挑衅啊 是中国在欺负人 我们不能自己 投降主义 说什么 别人打来就 我们就要输 就要避免战争 看不看 而且我觉得 你办法阻止他们的 蛮有趣的 就是你观察这些国防现象 然后他其实有一些国防语言 就是都是在 反映整个国际的局势 或是政治的关系 嗯 真的 对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 前一阵子应该有听过 有我们有一位政治人 武前总统马英九先生 说什么 中国是要首战及中战 就是 一打 就是最后一战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 这个其实 也是变成 让他自己也成为中国 这个叫混合战 就是 新战的一环 他要让我们台湾人觉得 就是我们只要打仗就一定输 其实不一定 我们今天请回到 大概 24集 21集 应该吧 回去看21集 国防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强 我们国防没有那么差啦 对 重点是我们新防要提高 我不要怎么 好像自己觉得一打就要通降 没有这件事情 好啦可以多听我们节目啊 对啊 就增加你们的新防 哈哈哈 那我们对国家有贡献吧 对对对 对国家有贡献对对 这个可不 竟然没有收国防部业配 哈哈哈 可不 好 然后 不过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嘛 就是 这次A上来 其实也有一些小风波啦 小风波 就例如说 他一来 然后就是 又在致辞的时候 他讲那个 不小心把那个 President蔡 就蔡英文总统 发音成 President Xi 他表现是念 我听到是他表现 President Xi OK President Xi 对 因为他后来有公开 其实 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 因为 我 因为我们自己做过记者或媒体的话 其实就是 参与这个场合 一定会抓一些亮点来 只是我就会很好奇说 这个President Xi的这个 这件事情到底是媒体自己抓的 还是有人刻意在 就是 扰动 就说 就把他解读成President Xi 然后要 而且还 国民党不是还要求民进党说 应该要 就是 严正抗议啊 这样子 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 必须说 一个 他某些程度是 外交特使的身份 到台湾 然后又在总统面前 真的我觉得 最起码的功课 要做好名字该什么念 你可以 事前先在 就是厕所念十遍 就像我们刚刚开节目前 开录之前 我们就查了 Azar 我们没有把他念 Azar或Azab 对不对 我们就得去查 他的名字怎么念嘛 所以我觉得他确实 这段话 但我帮他讲一下话好了 他昨天公开演讲的时候 他就有一段超好笑 因为我跟实习生一起看的 然后他就在那边讲 呃 President 菜 就特别停顿 然后强调 可是他念的 还是有点 菜 可能后来就有练过了 对 我觉得他被爆的时候 应该是有被幕僚 盯了一下 对 可能会有来自白宫的电话 有盯他 说昨天这个都念错了 所以当然我觉得 这个某些程度 确实也许也代表着 他可能一开始对于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样的 做功课 哦 熟悉度嘛 那这个东西如果 把我现在也是 也许你可以想说 那这是不是 他并没有把这个 那么当一回事呢 这确实是可以被挑战的 如果作为媒体 当然应该挑战啦 对啊 如果说他对这个事情 非常重视的话 他怎么可能念错 他如果在习近平面前 把他念成President Tsai 哈哈哈哈 而且我要强调 其实今天早上的那个 中央社的专访就出来了 就说 呃 Azar他有说 他真的是他念错 对对 不是我们解读的 不对 对 所以他有道歉什么的 这样子 而且媒体关上他这个点 其实也非常的 重要 就不能说他们故意挑毛病 因为他怎么样称呼 就是我们说 我国最高元首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像很多的国家 他可能在碰面 像比如说有些 像2015年的时候 马英九和习近平 不是那时候在新加坡见面吗 嗯 或是中国之前有些官员 会到台湾 然后跟马总统 或是我们的一些 哦 他们就不会叫我们的职称 哦他怎么讲 像那个时候 习近平就称呼 马先生 哦 马先生 他不会叫总统 因为我不承认你是总统 那马先生 那马总统怎么称呼 习大大呢 还是President Xi 我可以研究一下 他不会叫他官职 因为不会这样的承认 所以一定会仔细听 他是叫President吗 嗯 他是用官职去叫他 而且 而且一样 他是叫President of Taiwan 嗯 还是叫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嗯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对于 他现在接触的对象的 认知是什么 我是用官方的指声 而且是比如台湾总统 还是中华民国总统 嗯 那可以表达 表现出他的态度 幕僚团队只要检讨一下 下次给你点机会 现在President Xi 对 而且 我再讲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们有把那个声明稿 就是他的那一段话 印出来 然后他的那个蔡后面 其实是有英文的注音 对对对对 EYE菜 那个美国 等于是美国驻台 在台协会AIT 他有一个就是蔡瓜虎嘛 TSE 然后EYE EYE就是眼睛那个I 对 我觉得他会不会是看到 看到那个标注 反而吓到说 怎么念 对 所以他肯定就吓到President Xi 对 好了 真的一直Diz他 但是我觉得 反正这里是个礼貌啦 你今天 下次要做功课 对 你今天要去别人家家 不能叫错人家的 Azar 听到没有 Azar 对吧 Azar 就会不会念半天 我们也是 哈哈哈 因为毕竟离八嫩 我们是听 我刚刚去 还特别去听那个 他们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 怎么念 还是对方也念错 哈哈哈 好 然后很好玩哦 嗯 其实我最后 我们现在最后一个话题了 其实我们讲那么多 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我知道 我们的设备是不是又升起了 麦克风音质又变好了 是这个吗 哦不是 哈哈哈 哦好吧 嗯 没关系 我们这个礼拜这么多 外国人 外国人 来到台湾 诶 诶 不是说好的 14天隔离 14天隔离 他们怎么可以 第一天来就第一天走 然后第一天来 四天就走 为什么 就是 没隔离 他待个一天或待个四天 应该就是 全部都在隔离中 这样子吗 就是这种重要的外交人 呃的 人物他们来到台湾的话 到底要不要隔离 其实前一阵子也引起了一个 蛮大的 对 争议啦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 主要是 那个 陈时中嘛 陈时中他有出来扛 很类似 他有说几个就是 就 我负责嘛 然后或者说这个 相对这样重要的人 本来就 可以 可以例外处理 那 他其实有 我自己 觉得这样 去理解会比较好 就是他其实有提到一个词 就陈时中有提到一个词 叫做外交泡泡 就是 我们在很久 疫情刚开的时候 其实前面有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那种 对就是那种 他叫 那种有很像是 旅行的泡泡 那个时候是 纽澳 纽西兰跟澳洲之间 就他们 就有两个约定 就是说 如果我们大家 两国之间 那个疫情都 降到很低的时候 那我们两国之间 就可以开始就是 不要再关国境的 我们至少 我们是两国内 也可以互相往来 又像那个概念 那 陈时中提到外交泡泡 就是说 那外交人员 他经过一定程度的 筛检之后 就是他也是 当场就要筛检 而且出发之前 好像要提供一些 他检疫的 阴性的证明 那像他来台湾 就可以有一个 泡泡通道 就是不需要额外的 好有画面 不需要额外的 那个隔离 而且就是 我们做媒体 可能会比较 知道 就是其实这次啊 媒体是不能够 直接去访问 Azard 对 而且他们见面的时候 全部都是 戴口罩跟拱手 就是有 不能握手 就是有个泡泡隔离 就是一个圈圈在外面 那好像台这帮 里面有一个那个嘛 都会泡泡隔离 别人的一个 种族 好 讲太远 所以说像这次 中央社他还特别 就提供所有的媒体 就是所有的照片 影片稿件 就是他会同意公告 免费使用 免费的 因为之前他有需要收费 他这次又特别提 就是免费 其他媒体就免费使用 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接近他们 接近那个Azard 可是我觉得这次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说陈时中跟大家说 呃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也是跟他们外交这些官员是怎么样重要的话 可能就是也不需要这样隔离 可是反正他这一番话就引起了一些 有人会觉得不好 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 啊不是应该要一视同仁吗 就是在于我还不够了解 就是这个外交的事的活动 对台湾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之前 我也会觉得说 为什么啊不公平 对到底是防疫重要还是外交重要 我也想要出国这样 我自己碰到我的理解是 呃因为你可以想说是外交嘛 但是大家一般而言对外交的那种感受 没那么强 嗯不实际不具体嘛 碰不到对不对 那我自己那时候 我们想到的一个比喻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好 如果现在在疫情期间 然后这个发生了战争 这个也许我们就讲 也许中国要这个出兵要攻打台湾 那美国或是日本要协防 要协助我们防卫 好 然后他们的士兵要来 我们要先隔离时间 才能打仗嘛 OK对 所以这就是你用想说外交 其实也是一种 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各国的这种 大国博弈之中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 国力的较劲 也是一种战争形式 嗯 那你不会想象说 如果别人的军力要来支援的时候 你要隔离他们14天 那某些程度想当然了 这种外交人员的来访 也是比照这样的办理 还是会有一些特例存在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政治判断啦 就是政治判断就是政治责任 如果A色还是真的感染了 那就是政治人物要扛 我觉得这很刹啊 如果等到时候回去 就是 你说我们满朝文武 然后全部都隔离了 那这下就很难 收不回来了 当然所以这就是选择啦 你要选择会 对一些 开门 特别开放 那是因为我们认为说 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比较高 嗯 对 那当然我觉得 其实某些程度啦 我觉得这是政府真的也要 多花点精力去说服 我觉得这次就是没有好好的沟通 对 因为人家就是 就讲说 啊我扛啦 我扛我扛 当然我觉得知道就是可以理解啦 但就是哎呀 你就好好解释嘛 在那边就是扛 但是好像有蛮多人就辞职了 认为陈时中这样的应得志很高啊 哦好扛耶扛 这样子就接受了 可是没有啊 我听到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说 还是便宜 就怎么这样讨厌 不会想要出国玩 不是 我是觉得都是人 大家进来一视同仁 对 可是当然十四天真的是太长了 那 呵呵呵 中间可以发生很多事 就像之前像美国的他们国务卿啦 Pompeo 他之前是到欧洲 欧陆还有英国各地区 哦对啊 你也没有在隔离 因为他进去一个关 就要去隔离十四天的话 那他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所以确实本来在国际上 各种这种外销的行动 就是本来就会有些特例存在 只是确实啦 就是我们真的也不要对我们的政府太好 还是要去督促他们一下 不要就让他就是随便说几句 就让他放过去 我觉得跟人民沟通 本来就是政府的义务 就是要让 不是每一个人真的每天都在关注这些 外交或者国际的事情 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 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理解的 所以政府真的确实好吗 Come on 不要在那边开记者会办什么 抽什么抽卷 抽什么奖了 对不对 把你心思 对对对 我都还没有理 把心思用在好好的沟通政策上面吧 好吧 嗯 我觉得这是 之后政府可以改进的事情 对 就是 可能也可以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啊 跟大家聊一聊 啊这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也没有要帮他们缘啦 对啊 领薪水的不讲啊 就是我们来讲 对不对 可恶 好 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想说 跟大家聊聊 那个台湾这礼拜 重大人物来到 台湾领土的故事 各种外交议题 对啊 可是我这里也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这个 我看到有些很多新进的那些 Podcast的节目啊 他们的在那个iTune嘛 就是Apple Podcast上面的 评论啊 和给 给那个什么 星星 都数量都好多哦 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少 我们三十 诶我们几个人 我们有三十几吗 对啊 我们排名也没有那么后面 好啊 但我们评论数好少 对啊 可是我们 听到现在的大家 我们收听数蛮多的啊 对啊 赶快帮我们到哪里 那个叫什么 Apple Podcast 它最滑下去 就在页面上 你把它滑下去 它会有一个评分的地方 对 或是要留言 你可以给星星 或是给留言 或是看看别人其他留言 最近看到一个留言说 这个节目不红 没有道理啊 哈哈哈 是谁是你流的吗 不是 哦 我看下长好会不会其实是 认识的人 那我觉得听了还是很开心 即便 对啊 哎 即便是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 你知道不是都会有那个 前两百排名吗 然后我们就常会在那种 两百出现一下 哦对 是全 就是总榜的那个两百 我们在认识的时候 对一百九十几这样 觉得嗯 耶 就探出头来 这样看到被大家看到 我们在边缘挣扎 真的啊 大家就是如果 觉得我们节目不错的话 就是除了自己听完 帮我们就是 给五个星然后评论 之后也可以帮我们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听到就是 我们用 卧槽喵政治的方式解释一些 政治 让大家看到卧槽 哎 不一样的一面 对啊 对啊 听到 听到声音 对 没错 嗯 反正 反正因为最近跑的开始真的 蛮红的 然后 但我们还是会持续做下去 我们不会被洗掉的 对啊 我们都买了新的麦克风了 可恶 就就是之前大家一直在抗议那个声音大小声的问题 希望在这两集 结果这集还有 不会吧 哈哈哈 对 好 嗯 就是希望大家去评分啦 然后 哎 我会留我们的问卷的表单 就是可以去填 没错 对 好 今天我们讨论到的主题啊 或是这个内容 都会放在我们的连结下面 没错 可以点开来看 对 然后记得订阅我们的脸书 IG 还有YouTube频道 然后当然刚刚前面讲的 Podcast的各大平台 如果你都有听到的话 放我们去comment 各种comment 然后订阅关注都好 嗯 好 那最后如果 最重要的 如果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呢 请大家定期订阅支持卧槽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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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